天地爱其所生所化之人物 特生圣天子 以主宰之 养育之 特生三教大圣人 以明其造化之理 尽其教化之法 善其万万世运 惠之契机 三教圣人 都讲的是天人合一 人的真本质 就是每个人的灵魂 都是一个旋转的太极 都是道父得母所生 人的真本质 西游记金丹揭秘 主讲人韩金英 1961年生于北京 198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 中国文化报记者 团结出版社编审 作家 画家 单道家 代表作生命禅 一经中的生命密码 内在小孩 解道德经 孙悟空出世 道德艺术等 精通异道 传授金丹课程的灵魂工程师 创办道德经艺术馆 用油画揭示长生奥秘 描绘人体的先天世界 二十一 灵明异定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西游记 金丹揭秘第二十一回 灵明异定 一 提解 灵极菩萨除了浩子经 讲欲之遗虑 以灵明而剿灭 黄蜂怪是浩子经 属性善仪 不定之意图 第一提解 这一回呢 讲的是这个 灵极菩萨 消灭黄蜂怪 浩子经的故事 上一回 八戒除了虎怪 这一回是灵极菩萨 除了黄蜂怪 这个虎比喻的就是人心 这个老虎是被八戒消灭的 也就是说 心之猖狂 要用戒行而除 这个意之疑惑 要靠灵明而剿灭 这个黄蜂怪 比喻的就是 后天的假土 就是不定的意图 第二十一回的题目 护法 射装留大圣 须弥灵极 定风魔 护持取经人的这个护法 讲的就是 护持的是人的灵明 当宋空 被黄蜂怪的恶风 吹坏了眼睛 他们就送来了药膏 这个药膏就是金丹 智这个眼睛 智的就是灵明 眼睛藏的是神 就是你这个神 他的灵觉 他的明察秋毫 须弥灵极定风魔 须弥灵山的灵极菩萨 来把这个风魔 给定住了 给制住了 灵极 讲的就是灵明本性 人的觉察觉知 人的元神 这讲说 这个 只有这个元神 才能够制住 这个后天的意识 这个家族 所以宋空打 打不赢 这个是这个 灵极菩萨 来把这个 浩子经给收拾了 这个灵明 他讲的就是 你不要用后天意识 你要对境无心 当你无心的时候 这个空境的本心 就是你的 灵明的觉察 所以对境无心 就用的是本心 来对待一切 所以修道 如果你的元神 你的灵明的觉察 如果不起作用 你就会处处的 遭磨难 所以不仅不能用后天意识心 还必须用你的灵极菩萨 就是你的元神 你的灵明的 觉察感知 这讲的就是修道 否则的话 你就是一个肉体凡胎 你就很难 就是去西天取经 就像登天一样难 所以他这个 这一集 讲的是 这个元神当家 世神退位 否则的话 你修道就像登天一样难 就会处处遭磨难 前边是虎怪 后边是这个黄蜂怪 这都是妖魔鬼怪 都是人的心意 所呈现出来的 阴气 你必须要用那个纯阳的 自然的本心 那个是纯阳之气 那个就是道 所以修道就要用那个 元神才可以载道 如果你用意识心 那就是比登天还难 二 黄蜂怪 黄为土 对应义 风 一知无主 有眼无珠 在躯壳上起见 不识法身 任换身为真身 必认假义为真义 蒙昧不明 第二 黄蜂怪 这个虎先锋被打死了 黄蜂动老妖 低头不语 莫思计策 黄就是土 对应人的义 风就是义不定 低头不语 就是思维之相 莫思计策 就是颠倒妄想 在那动鬼心眼 他说 这思 却也无知 我倒不曾吃他师父 他转打我家先锋 可恨 可恨 这他就说 好像是俗人两个人打架 我没吃你 你为什么打了我的人 他就不知道 唐僧是金丹法身 是先佛圣 他的虎先锋 是一个妖怪 是一个虎的灵 附到了人身上的一个附体 一个是佛 一个是附体的妖 这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佛 是一佛出动 万佛开道 那是老天的先天一气 所养育 所保护的 他一个妖怪 怎么能动得了呢 所以就讲 他说出来话 想出来的问题 他得出来的结论 完全叫昏无定见 他对这件事 根本就看不清 这就讲 一个人 当他的心慌意乱 这个意不定的时候 他的神就是昏了 他判断的事物 完全不是那回事 老妖 结束起整 戳一感 三股钢叉 帅群腰跳出本洞 这讲说 他又要出来要打 这讲说 人的心慌意乱 意在乱的时候 他就是邪政不分 他又出来打 他就根本想象不到 他算老几 他凭什么打 就是说是非不分 就是胡乱的行动 然后他说 他笑的 可怜可怜 我只知道是怎么样 扳帆不倒的好汉 原来是这般一个 骷髅的病鬼 他看孙悟空 把孙悟空说成是一个病鬼 这就是 只认这个肉身 不认这个法身 这说明他这个神 有眼无珠 是昏的 这是孙大圣 这是这个 修成就的 这个金丹法真 先天一气 这是宇宙最高的 本源的能量 他却看成是一个 骷髅的病鬼 这就是 有眼无珠 蒙昧不明 就是他的神 完全是昏的 他不知道是大圣来了 他还嘲笑 这就是说这个 下世闻到大笑之 就是这样 行者笑道 你这个儿子 推美眼色 你外公 虽是小小的 你若肯照头 打一插饼 就长三尺 那怪道 你硬着头 吃五一饼 大圣公然不拒 那怪 裹打一下来 他把腰 弓一弓 长了三尺 有一丈长短 慌的那腰 把钢叉按住 这就是说 金丹法身 当他的能量足的时候 叫杖六金身 这是心灵的眼睛 能够看到 如果一个人 他得了金丹 这个金丹的 得满三千 这个金丹的得能量非常强 当这种能量非常强的时候 也就是他这个道光得能 这个光非常亮的时候 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个 杖六金身 就是一个二十多米的高的一个人的像 这就是金丹 他就有这个杖六金身 佛家的话叫报身 报身佛 就是说 他有什么样的德性 有什么样的德能量 他就显化出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像 就是一个因果的一个爆化之身 那么这个妖怪呢 看到了这个像 还没有主见 也就是说 他根本不懂金丹是怎么回事 他即使看到了这个 这个身马上就能长 也就是说看到这个杖六金身 金丹的这个法相 他看到了他也不信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人的心意 就完全是乱的 根本就没有仆 根本就是一团的 一团的糟 那老妖与大圣 斗经三十回合 不分胜负 这行者要见功绩 是一个身外身的手段 把毫毛揪下一把 用水嚼得粉碎 用口嚼得粉碎 朝上一喷 叫声便 奔有百十个行者 都是一样打扮 各执一根铁棒 在那怪 把那怪围在空中 那怪害怕 也使一般本事 急回头 朝着迅地上 把口张了三张 呼的一口气 吹浆出去 忽然间 一阵黄蜂 从空刮起 孙悟空 用无数的小孙悟空 用这个身外身 这就是用多 黄蜂怪是心慌意乱 这个乱 如果用这个多 就很难治乱 就很难治乱 所以呢 这个多呢 这个 未免就眼花缭乱 就 伤人的眼目 就让人眼就花了 这眼就伤了 其实他在讲的是说 他乱了 你不能乱 你也乱了 也就是伤了你的 灵明觉知 眼藏神 伤了眼睛 就是伤了人的神 就是人神的灵觉 这个觉察力 就失灵了 第三 智眼 首先说这个眼睛 是怎么坏的呢 就被这个黄蜂怪 这个怪蜂 他叫三昧神蜂 讲的就是 这个一狂祸 使神昏不定 就是他吹的这个蜂 为什么厉害 这个蜂 它是伤人神的 我们说这个三昧真火 在头上这个三昧真火 他是来锻炼这个神的纯洁 那么他这个三昧神风 所以他也是专门伤人神的 因此这个诗 讲他这个风怎么凶恶 讲的伤的全是天神 这个诗很长 这就有两句说 老君难顾炼丹炉 寿星收了龙须扇 王五正去赶潘桃 一风吹断 群腰串 这风吹到普陀山 卷起观音经一卷 白莲花蜜 白莲花谢海边飞 吹到菩萨十二院 这就讲了很多的千神 都东倒西歪的了 他这讲的就是这个恶风 这个恶风 这个三昧前风 专门是伤人的神的 伤人的这个心灵的 也就是说 这个浩子经 这个心慌意乱的这个意乱 这个意义乱 人的神就受伤 所以就 就这个神就就昏了 因此呢 就会出事 就会有灾难 就会出麻烦 都是因为人的这个神 不看家了 这个感觉 这个觉知 不当家了 所以就出麻烦了 那么这个孙悟空呢 他是一个 很清楚的人 他就知道 这个神不当家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 救师父 是后一步的 先要治眼睛 先要把这个 神不当家 把这个事解决 你要先稳住了神 你意大定 你的 灵明觉知 才能生起 所以不能乱 所以他 他跟这个八戒说 说救师父 且等再处 不知彻底 可有眼科先生 且叫他 把我眼 一致一致 所以说 这个治眼睛 治的是这个神的名 眼藏神 这个神的光明 修道 全在灵明不昧 全靠你的灵明觉知 在觉察 可惜呢 很多人 非常的愚蠢 他总在用意识心 在纠结 在动心眼 他就没有用那个 灵明觉知的那个神察 那个神观 所以呢 他好像是说在 在这个很诚恳的 在修道 但是他还是一个 后天的俗人 用后天意识心 活着的 这样一个人 他还不是一个 灵明自知 一个很安静的 一个原神当家的人 还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修道 就是没有入门 也就是说 你能不能静 你能静 就是你的灵明自知 灵明的觉察 就是原神当家 假如还是一个 动人心的 一个向外的 一个总在扒着油 说这个 一静起来一空了 就觉得找不着感觉了 就觉得很难受了 这就是 后天之假 先天之真 是对那个油 是无所谓的 很喜欢那个 清静的那个空静 喜欢那个无 体会那个无 无中生的妙有 所以这是一种 生活方式 是一种 后天的俗人 动着人心 人心向外的一种生活 还是一个 空静自然的 心神 内观 向内 领悟这个 空无的妙有 空无的自在 所以就还没有自在 还是一个慌乱的人心 这就是 灵明 的 昏溃 所以如果你的 原神不当家 你的灵明 觉察 不醒过来 你这个修道 就还没有入门 就像登天一样的困难 然后他们就找到了 这样的一个院子 有一个长者 他们就说 这个眼睛坏了 能不能治 说是被这个黄蜂怪 这个风吹了 这个长者道 不是不是 他叫做三昧神风 行者道 怎见得 老者道 那风 能吹天地暗 善瓜鬼神仇 烈时崩癌恶 吹人 命即休 你们若遇着他那风 吹了 还想得活呢 只除了是神仙 方可得无事 行者道 果然果然 我们随不是神仙 神仙还是我的晚辈 这叫 说是天仙 仙佛圣 比这个 帝仙 神仙 第二等的神仙 忠秤的神仙 还是这个仙佛的晚辈 这条命急切难修 却只是吹得我 眼珠酸痛 那老者道 既如此 也是个有来头的人 我这壁处 却无卖眼药的 老汉 也有些迎风 冷泪 曾遇一人 传了一方 名唤 三花九子高 能治一切疯眼 三花 讲的就是 精气神 三家 九子 就是九转大还丹 就是金丹 金丹这个先天的元神 这个灵明的觉知 不仅能治这个 后天的 不定的这个意图 并且能开一切的障碍 这个金丹这个纯阳之光 这个生命之光 就是人的神光 所以孙悟空的眼睛坏了 其实是他的 灵明觉知 这个出问题了 他有一个狂躁的心 要征服这个黄蜂怪 结果反而 被这怪伤了眼睛 也就讲 孙悟空他乱了 他必须 安静下来 回归他的 本性的觉知 他就可以得救了 所以这个就 比喻的是这个 行者文言 低头唱的 原求先 点事点事 骂老者应成 既走进去 取出一个 马脑石的小罐来 拔开筛口 用玉簪 站出少许 与行者点上 叫他不得睁开 宁心睡觉 明早就好 这个宁心 就是回归原神 睡觉 就是觉醒 就是让你的 原神 让你的灵明 觉知 让他来唤醒 之后呢 他们就睡在这了 就展开 扑开 请行者安置 行者 闭着眼乱摸 八戒笑道 先生 你的名杖呢 行者道 你这个 囊糟的呆子 你照顾我做瞎子呢 那呆子 雅雅的 暗笑而睡 这个 比喻的 讽刺的 是这个 盲修瞎恋 说 这个 胡乱的 这个 看不见 胡乱的摸 这讲的说 修丹 就是人这个神观 自始至终离不开 这个观世音 来这个观察 来觉察 人的这个 原神的 这种 灵明觉知 很多人 他是昏的 他没有这个觉察 所以呢 这就说 他的后天的人心 他的心意还不定 还没有归于 静定 还没有养成一个 修道的人 那种 向内 那种 空俱 那种 自在 还没有养成 这样的一种 思维方式和 生活方式 所以 他的神 是昏的 神是昏的 就没法修道 所以 你就在 人心的层面 就是 胡 胡摸乱撞 他这就 比喻的 就是这个 行者 坐在铺上 转运 运神功 直到有三更后 方才 运神功 神就是人的 原神 就是人的 觉察 说 灵明一开 魔怪难寝 说你 一感觉 一觉察 你的觉察 如果能够 及时 如果能够 准确 就没有 妖魔鬼怪 这个 麻烦 这个 魔障 都是因为 你觉察的吃 觉察的不准 就糊里糊涂的 那所以就说 你修道 就是原神 如果不原神 当家 还是一个 后天的 俗人的 一个 向外的 只扒住 有 一 一看到 无 就不自在了 就难受了 那你这 还是一个 后天的俗人 所以你这个 修道 就还差着 十万八千里呢 这个孙悟空 睡觉 就是 要他 宁心 宁心 就心鸣 睡觉 就大觉 所以呢 他一起来 庄院 也不见了 老者 药杆 都不见了 可是呢 孙悟空的 眼睛好了 比以前 就更好了 这个就是 讲的说 只要你的 心灵的 觉察 你的 觉察 一生起 一切的 妖魔鬼怪 都不存在 麻烦是因为 你的神昏 你就看不清状况 四 恢复 灵明 灵明一开 谋怪难亲 先点眼 后降腰 若未点眼 妖怪难降 灵明欲定 第四 恢复灵明 不觉又是 五更 江小 行着 磨磨脸 睁开眼睹 果然好药 比肠 更有 百分光明 这个药呢 三化九子高 就是金丹 金丹 就是心灵之光 就是神光 这个神光 得到了 更高的光的加持 所以就有百分的光明 这个就是实在的话 不是 不是比喻 既转头 后边望望 呀 哪里有 有神 防舍 窗门 但只见 老怀高流 兄弟们 都睡在那 绿沙音上 八街道 我们也睡得 推死 怎么他家拆房子 想也不 不听见 想想 这个行者就笑道 呆子 不要乱说 你看那树上 是个什么纸条 这也讲 猪八街的反应 就是胸无定见 俗眼无知 用人心在看事 而不是用这个 心领神会 这个神 要把那个事情 给他感觉对了 这才是修道 而不是一个俗人的意识心 只动的是意识 而这个心神是昏聩的 八街走上前 用手接了 原来上面四句送的云 庄居非是俗人居 护法迦兰典化炉 妙药 与君 一眼痛 尽心 降怪 莫愁愁 这说的是这个 灵明一开 阴魔自消 先至这个灵明 先点眼药 后降妖 如果人的神是昏的 这个妖就降不住 这个妖 这个心慌意乱 这个意图 只有你的灵明 觉察有了 才能够定住 才让这个心慌意乱 才把这个意乱 把它解决 这个 所以呢 他这个小说呢 他上一回 这股虎怪 讲的是心慌 这一回 这个黄蜂怪 浩子经 讲的是意乱 讲的你这个心慌意乱 就是后天的意识心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必须用 你的空静的本身 本性原神 用这个灵明觉察 用这个 来治理这个后天的心意 这个心的荒 意的乱 就是先天的本心 治理后天的意识 这是他这个小说 设这个情节的 这个主题 这个时候 这个孙悟空就说 这伙强神 这说 再说这个护法加兰 他把这个护法加兰 叫强神 他不说强盗 说强神 也就说 他们是一些虚无的 说 自换了龙马 一向不曾点他 龙马 就是元神 元神就是能量 元神就是天地的 先天一气 这个自然能量 他倒又来弄虚头 八戒道 哥哥莫扯架子 他怎么 扶你点 点扎 行者道 兄弟 你还不知呢 这护法加兰 六丁六甲 五方皆地 四支公巢 奉菩萨的法旨 安保 我师父 自那日点了名 只为这一向有了你 再不曾用他们 故不曾 点扎罢了 就好像 点名一样 他们是 观音送来的 观音就是 神观 就是觉察 这些 六丁六甲 五方接替 四支公巢 讲的就是 自然能量 讲的是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阴阳交告 这个自然能量 自从有了元神 这个龙马 自从有了 这个 猪八戒 孙悟空这个 真阳和猪八戒 这个真阴合一 就得了金丹 得了金丹 就进入到了一种 自动化的一个过程 这要到后边 收服了这个真图 有了这个真图 五行全了 这个全自动化的 这个全无为的 才能开始 那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不怎么来 来用这个护法 也就是讲的 他们代表就是自然能量 现在 孙悟空他们这些修道的 已经开始有了自然能量 所以就很少 很少 点他们的名 其实就讲的是 是不是得了自然能量 讲的是这个含义 八戒道 哥哥他既奉法旨 暗保师父 所以不能现身明显 故此点化仙装 你莫怪他也 昨日也亏他与你点眼 又亏他管了我们一顿斋饭 你可尽心你 你莫怪他 我们且去救师父来 他这个点化仙装 他这叫点化 这个点化是无形的 是在你的心灵上的 给你一个灵感 你的内心听到一个声音 告诉你什么什么一个话 这叫点化 并不是一个现实的 有这样一群的人 有这样一个房子 有这样一个药 不是 他是虚的 是你心灵的一个觉察 所以说 这个大道 这个火候功成 年月日时 毫发不爽 如果不是名师相传 这是很难 透彻的了解的 那么这个天人合一的 全自动化的过程 只有自己感觉 自己灵明自知 所以说 如果你的感觉 你的灵明的觉察 如果跟不上的话 就会心慌意乱 所以你知道 什么叫点化 他都是一个虚无的 都是对你心灵的 一个指引 要你 从后天的 心慌意乱 来到先天的 原神的觉察 这才是修道 否则的话 就是 无穷的障碍 如果你这个 心慌意乱 不解决 那修道里头 就是魔 就是怪 这个妖魔鬼怪 讲的就是这个 心慌意乱 带来的心魔 而当你这个 灵明觉知 这个觉察力 这种 感觉的 这种敏锐 这种准确 如果这个东西 升起来了 他就会 把你的心慌意乱 给定住 就把你 就会 让你原神当家 弑神退位 这才可以修道 否则的话 你的觉察是昏的 这个道是没法修的 你必须放下人心 用这个原神的觉察 这才可以修道 五 神明妙用 不知身外身 神明妙用 只欲自身摸索 不是直空 即是放荡 第五 神明妙用 行者变作一个花脚蚊虫 真个小巧 花脚 就是五色 变成一个小虫子 就是这个 五色 五行 精一之神明 这个五行 之内藏真一 这个真一 就是人的神明 就是用人这个神去观察 这讲说 人的这个神观 人的这个觉察 它是 无处不照的 它就是一种光感应 这种光 它可以照亮一切事物 一切事物在一个无形的能量状态 这个神明的光 就能够感受 这是一个好事情 是一个正能量 还是一个坏事情 是个负能量 他这个灵明觉察 他一看就知道 所以他孙悟空变成一个花脚的蚊子 讲的就是 这个神明的妙用 也就是说 修道 他修的是这个虚的 修的是这个心神的智慧和光明 光明是他的能量 智慧 他是智慧光明一体的 所以他并不是人的肉身上的 所以说如果你直空的话 就像这个唐僧 只悟了一个空缠 被绑在这个黄蜂怪的定封装上 不能解脱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你用这个心慌意乱的 用这个后天意识 这就是放荡 这个就是假道 那个直空就是假佛 放荡就是假道 这假道 这假道就是后天意识心 这个阴神修大了 所以他就非常的张狂 不能自控 所以所有这个有违法 修了后天的意识 这个阴神修大的 共同的特点都是张狂 这个行者 变成一个蚊子 就进去了 原来就看那个树桩上 捆着唐僧 那师父纷纷落泪 心心执念着悟空悟能 不知都在何处 唐僧 他只想着 他的徒弟来救他 他自己根本就不能解脱 所以他这个是 只是一个空缠 他的神是昏的 如果他自己明心见性的话 他就可以解脱 他被捆在这不能解脱 就是因为他的神昏 用的是后天意识 是一种外求的心 希望有本事的 外来的力量来救自己 而不知道 自己的神昏 才让自己不能解脱 如果这个神 是很清明的 就不会 被捆在这个地方 然后 这个宋悟空就跟这个师父说话 这个长老 认得他的声音 道 悟空啊 想杀我也 你在哪里叫我呢 行者说 我在你头上呢 这就是讲的说 三尺善方有神灵 身外有身 讲的就是我们这个神 他的灵明觉知 他并不在肉身上 不在这个换身上 如果你 职于这个换身 职于这个后天的心意 这就不是道 修道 修的就是这个原神 这个原神的能量 这个智慧 这个觉察 这后来呢 孙悟空呢 就去 趴在这个黄蜂怪的外头 就在听这个黄蜂盖 在说话 听到了说话以后 他就高兴了 他就回来 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 猪八戒说 说 行者道 他说 怕什么神兵 那个能定他的风势 只除了 灵机菩萨来世 但不知灵机菩萨 住在何处 正商议处 只见大路旁 走出一个老公公来 老者用手向南指道 南就是离挂 离挂就是火 就是明 就是光明 说这个灵机菩萨 住在南 就是灵 而居民 而居民 灵机菩萨 住在一个光明的地方 讲的就是灵明 这条阳长小路就是了 哄得那大圣回头看路 那公公化作清风 既然不见 既然不见 只是路旁下边一张简帖 上赴齐天大圣听 老人乃是李长庚 须弥山友 飞龙障 灵机菩萨 灵机当年受佛兵 这个讲的说 讲的人的这个本性 原神本性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有需求的时候 你的内心就会发出来声音 也就是你的原神就是师父 你的师父 你的玄中的师父 就会及时的出来指点你 你要去哪 他就告诉你路怎么走 这个比喻的就是人的灵明觉知 你的本性 它是无限的智慧 你能够依靠你的灵明本性 你就可以无所不知 所以前边是这个 一次这个点这个三花九子糕 点这个药 是这个护法迦兰 这一次指路 又是这个 这个金星 这个李长庚就是 就是太白金星 讲这些护法神 这些神仙指路 其实讲的是 你的灵明觉察 你的本性就是你的师父 你的内心就要跟你说话 这个内心的声音 就是你的本性的光明 你的本性的智慧的显现 所以你要依靠本性智慧 而不要动你的诡诈的人心 那个诡诈的人心就是小儿科 你的本性的智慧 就是先佛神 六 灵极菩萨 灵极菩萨 居小雷音寺是元神 如来居大雷音寺是真我 元神当家 十神退位 真灵德 假土灭 第六 灵极菩萨 那孙悟空就找到了这个 这个小须迷 找到了菩萨 菩萨道 我受了如来法令 再次 镇压黄蜂怪 如来赐了我一颗定风丹 一柄飞龙宝杖 定风丹 讲到这个金丹 金丹 他就是元神本性 这个心灵之光 这个光的能量 他是一种本性的圆满智慧 他是纯阳的正能量 这个风 讲的就是人的心意的不定 说这个本性元神 这个本性的智慧能量 就可以医治 就可以治人的后天的心慌意乱 治人的后天的心神不灵 这个飞龙杖 讲的就是果断 没有妄念 非常的这个迅速 一下子就把它搞清楚 就搞准确 没有那么多的 颠来倒去的呼声乱详 这讲的就是元神的 这种判断事物的 这种火眼金睛 这种准确深刻 当时被我拿住 饶了他的性命 放他去隐姓归山 不许伤生造孽 不知他今日 遇害令师 有违教令 我知罪也 那菩萨预留行者 至斋相续 行者啃辞 既随了 随取了飞龙杖 与大圣 一起驾云 这个灵机菩萨 在小雷音 讲的就是元神 如来驱大雷音 就是真我 灵机菩萨出灭 讲的就是 元神当家 世神退位 这个元神就是这个真灵 真灵得甲土灭 元神出场 世神就退位 不多时 至黄蜂山上 菩萨道 大圣 这妖怪有些怕我 你只在云端 我只在云端里注定 你下去与他所站 诱他出来 我好施法力 这孙悟空就去了 这个妖怪正要吹这个风 只见那半空里 灵机菩萨 将飞龙宝杖 丢将下来 不知念了些什么咒 却是一条八爪金龙 一下就把这个 抓住了这个妖怪 提了他的头 就往这个 往这个石头上摔 这就讲的说 这个一个杖 就是以一致多 一定致乱 用的是这个杖 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龙杖 就是用的是元神 就比那个孙悟空 用了很多小的孙悟空 他用的是身外身 那是以多致多 以乱致乱 他就止不住 如果以一致乱 以定致乱 就非常的神速 这就是讲的说 这就是讲的说 这个灵机菩萨 比这个顺悟空 那个办法就非常有效 讲的就是 用这个定 用这个元神的静 用这个空静的自然之心 这个静定 才能致乱 以乱 致不了乱 只能以静 致乱 孙悟空就要打死 这个菩萨就拦着说 我还要带他去见如来 讲的就是说 还要带他去改邪归正 这个菩萨说 他本是临山脚下的得道老鼠 因为偷了玻璃盏内的青油 灯火昏暗 恐怕金刚拿他 故此走了 就在此处曾经作怪 如来召见了他 不该死罪 故找我 狭压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得道的老鼠 但是呢 他把这个 偷了油 油是什么呢 油是灯 是这个本性的光明 他的本性失了光明 所以他才狂惑 也就是说 人的原神 原神的绝照 这种本性的光明 如果不升起的话 就会心慌意乱 反过来 如果灵明觉察 非常的强大 人的后天意识心 就会非常的 安静顺从 说他是老鼠成道 讲的他就不是 灵山本有的 也就是说 这个 他是一个动物的精灵 修成的 他而不是一个人的 不是人的精气神 修成的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动物的灵 所以呢 就就把他给 带走了 这个行者文言 却谢了菩萨 他们二人 撞入里面 就进到那个黄蜂洞里 把一窝 狡兔 妖狐 相张角鹿 一顿钉扒铁棍 尽情打死 往后援 拜救师傅 这讲的是说 这个意图既定 那些 狡诈 狐疑 这个张狂 这些毛病 自然就消灭 从此呢 就救出婴儿 救出师父 这个唐僧 这个法身 走上大路 这就是 假土已去 真土可收 讲的就是 人的心慌意乱 这个假土 这个假土 用人的灵明觉知 把它定住 也就是原神当家 世神退位 只有做到了这个 才可以收复真土 那么下一回呢 就是收复 杀和尚 杀和尚就是真土 下一回 再见 下一回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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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